祖傳三代道士變騙子 爽騙上千人 去年10月警方接獲現報 有詐騙集團隱藏在台南市區 詐騙集團發現警方要破門而入實 居然人手一隻鐵錘 詐騙集團主賢28歲的夜姓男子 家裡還是祖傳三代的道士 本來幫人抓鬼轉行變成錢鬼 專門假冒大陸郵政局和工等機關人員 詐騙中國民眾 集團的成員年齡都很年輕 唯一的女嫌犯還只有17歲 被逮到之後每個人像是學校睡午覺一樣 頭也不敢抬的趴在桌上 這個詐騙集團成立大概兩年左右的時間 我們初步詐騙人數有上千人 被騙計額大概超過上億 而且道士為首的詐騙集團相當狡猾 每一兩個月就會換巢穴 警方花了一年才搜證完畢 訊後依詐欺最前移送法辦 東新聞高雄報導 蘋果附集一百位爆料公民 每月獨家爆料兩則以上照片或影片 如採用當月就發兩萬元獎金 爆料拿獎一舉數得 照片一千影片兩千元 每週點閱數最高再送獎金五萬元 全民監督社會從爆料做起 爆料請打電話或用APP電郵等各種方式 明天特地 五千元 金五千元 五千元